志工最健康 南投县108年度志工大会师 即趣味竞赛 将近1000位的志工陆续进场 大秀创意 有穿草裙 甚至喊出不同口号与表演 精彩又欢乐 县议员张家哲肯定志工无私的奉献 是值得效法的精神 要感谢这些一起来报名的这个42队的 不管是在社区或者在各个领域 平常拿出他们的时间在各个领域来 协助我们这些社会的民众 这样的志工精神值得我们大家效法 我们也希望在透过这样子的 这个趣味竞赛的过程当中 增加大家团队彼此的感情 然后以及跟其他各个志工的组织 大家来交流 县议员赖燕雪 感谢志工的辛劳 服务各社区需要服务的族群 相信快乐的付出总会有欢喜的收获 他祝福志工们 借由竞赛 彼此交流也能有健康的身体 在十三乡这些社区有很多的志工 都是帮助我们这些老弱朋友 一起做服务 也帮政府做了很多的事情 今天透过趣味竞赛 让我们这个平台能够透过交流 心得的分享 同时也让我们的志工能够更精进 我想快乐付出欢喜的一个收获 所以人家说身体能做的健康 走路就有风 探机就会通 燕雪在这边也祝我们所有的志工 大家都能够家庭幸福美满 身心健康 透过趣味竞赛多运动 多位社区理事长都说 这是对健康有所加分 可以借此凝聚彼此的相信力 这个活动当中没有实施 大家能够拉拢 大家来谈论一些社区的考虑 所以说社区志工在我们团体当中 说起来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番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那能透过这个活动 把大家都聚集在一起 互相来观摩 然后大家一起做运动 然后让我们志工能够培养强健的体步 那我们今天把志工伙伴带出来 跟大家交流联谊 我想这样对我们志工彼此的这个迷据率 会有非常的好的启发的作用 竞赛项目包括相亲相爱 平衡高手 保龄球滚滚乐 夹株比赛等等 包括县长林明珍 县议员张家哲 赖燕雪 等多位来宾都到场为志工加油打气 并感谢志工的付出 让社会更祥和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下期见